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原之...這個字是什麼...怎麼唸啊? 龜子嗎?還是星子神秘死亡案? 日文翻譯應該是怪死案件 他是一個... 走路模擬器然後就是看一個...怪壇 恐怖恐怖我是不知道了 不聽上面的 有中文就是讚 這卷錄影帶寄給了已經死亡的原之小...這是小姐吧 的家人 寄見者不祥 我們看的該不會是他的死亡過程吧 會子 會子的家人收到一卷來路不明的錄影帶 警方調查結果家人不滿意然後公布這段視頻給大家看 收集案件線索 會子神秘死亡案 這是...樹彈圖啦 這是一個看怪彈遊戲啦 房間裡昏倒發現已經死翹翹 是... 聽到玻璃破碎聲音 會子房間玻璃破了 是有沒有快點啊 偏黑後再去看 所以這段時間他早就已經死翹翹了 房間破了當下就應該先... 報警還是要聯絡了啦 等了那麼久才去... 就算是... 是... 是... 原知會死... 沒死事件 沒到死掉 肥宅臭死事件 阿對啦 這前面這個敘述完之後會有那個... 走路畫面啦 這...看錄影帶 這個不是說只有字而已啦 不可能這樣子啦 有點耐心看完故事 好... 房東報了警 警察縣長發現死掉的婦女是本人 真實拍攝照片 阿下面是屍體阿 這種... 改編真實的怪談遊戲 其實有時候還蠻不錯的 沒有外傷 有精神疾病 刺激性 應激性 輕疾病 經歷衰竭 應該是嚇死的啦 心臟病 疑點重重 應該是有原因造成他嚇死 用藥過量 你查屍體就知道用藥有沒有過量了阿 窗戶是從外面打破 死亡筆記本事件 自己打破玻璃 就讓我想到 這段時間不是有很多那個 奇妙死亡的一些 懸疑案件嗎 就是那種未解之謎之類的一堆 欸 最近阿 這幾年阿 不是我才可以看錄影帶阿 蛤? 蛇嘎怒馬的女人打電話來 她是惠子同事 說她缺情了 但是她確認在上班 為什麼說她缺情 然後去調查發現 工作單位沒有這個人 那她的警察是不會去調查那個女的嗎 蛤? 這警察都是混飯吃的是不是 她被陌生人跟蹤 這是蘭可兒事件阿 東章希望在監控錄影上沒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人跟蹤她 啊 妄想症 自發一年後才收到了錄影帶 歡迎各位來看 來觀看 大老二的 謎團頻道 發生第二年了喔 發現了姓 中色信封 信封 信封裡面還有信封 媽媽 歐嘎桑 滴他滴他很煩 信封裡面有錄影帶 這麼久了才寄來錄影帶阿 好啦趕快給我們看阿 等不及了 這字能不能快點阿 好 快 播了 放 我去不知道操作能走路阿 幹這錄影帶也太爛了吧 現在開始玩遊戲囉 這幽化跟死一樣阿 董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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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捲錄影帶裡面是扮演什麼角色阿 繪子嗎 我要幹嘛 啊 我要幹嘛 那個 大老二講 講案件 我要去開一個案件頻道 可以看出去沒有東西 不是 手好慢 幹 我還沒走到電話就沒有了 靠北等下一定又掛掉 你媽的這簡直是精神折磨吧 是不是有人故意這樣打這種電話 然後一直騷擾到 騷擾到把他精神病逼出來阿 看就有個神經病在那邊一直弄 那這樣子好了阿 那我就接手機 那我把電話 示畫先切掉阿 這要回家嗎 怎麼公布阿後面有人在追我 自己嚇自己 嚇自己 沒有啦 這是他 有露營的時候 還有沒露營的時候 接在一起阿 他有精神病傾向阿 妄想症還是什麼 極根柱實在是 變成發病狀態 都沒人顧他這樣 難不成這個電話聲跟鈴聲 都是他妄想的嗎 門爸有動我會不會也是妄想的阿 我不小心把老闆殺了 這應該是我的妄想喔 應該是假的吧 我有在開台嗎 還是現在我正在睡覺 做夢阿 滿洲黃金 滿洲黃金 你至少來點恐怖的聲音吧 他是不是吃藥的關係還是怎樣有斷片阿 我可以走進來耶 沒有啦 這個這個是沒有嚇人的地方的吧 看這個事件他這些詭異的錄影帶情形這樣而已啦 換過畫面不知道 錄影帶壞掉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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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啊 到底是我妄想了還是真的有人在那邊守著啊 啊 我不趕快打電話先聯絡一下嗎 沒朋友了沒家人 哎呦跟蹤狂在外面那 那明天出門怎麼辦 我突然發覺這個遊戲要我們體驗的是 這個女的在一般的生活中被一個不知道是誰的跟蹤狂 然後不停的騷擾不停的騷擾這樣 搞得她精神衰弱壓力很大這樣 原來是一個真實的模擬啊 真實案件模擬 然後每次上下班走到這條路我都會覺得說好像 好像有人偷偷摸摸在 跟隨著我這樣 這警察很難受理吧 沒有任何的證據啊 回家囉 我突然有一個恐怖的想法 我是不是主角啊 我房間就這麼小 我剛才這樣子走來走去而已 怎麼可能馬上就有東西在裡面了 拋銷我吧 回家 走 喔 現在是在看三小 有點像蘭可兒的異常舉動 覺得奇怪說他 他到底在躲什麼 他到底在閃誰 故意打來 然後可以聽一些噁心的噪音 我就在那邊跟傻子一樣 好像得了精神病 然後在那邊 重複的一直走過來走過去 走過來走過去 走東走西走東走西 欸 誰打破我的玻璃啊 這邊怎麼那麼亮 喔唷 他怎麼進來的啊 那邊的牆壁是馬路呢 爬牆 蛤 我真想這是詛咒錄影帶是不是 總共有八個人看了這個錄影帶 看完之後第二年 幹 我們被散播詛咒了 幹 死定了死定了 欸 又死了一個 哇 這招跑過去了 他們都觀看了這個奇怪的錄影帶 9月12號就會死 每一年的9月12號會死一個 所以我明年9月12號就敲辯子了這樣 我們看到的是遊戲畫面不是錄影帶 他當成遊戲來控制就不是錄影帶 啊 靠北啊 這是作者故意要散播詛咒嘛 搞什麼鬼啊 意思就是說八個人的話死亡機率太高了 他每一年9月12號就會來一次俄羅斯輪盤 那如果是兩千個人看過的話 那至少要可能幾十年後或者是 甚至死了都輪不到你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數字要越大越好 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幹 所以做這個遊戲的人 他實際上是看過錄影帶的其中一個 就是要增加分母 然後大家來俄羅斯輪盤一下 段段續續出現在遊戲畫面上 就是我們不是在接電話的時候會有那個 這樣閃一下閃一下嗎 那個閃一下的那個畫面是什麼 懂嗎 不知不覺中詛咒了 不知不覺中詛咒了 我想看一下那個閃一下畫面的真正畫面是什麼 而且不是有很多V玩過嗎 幾百萬的分母在那邊 怎麼就剛好點到你啊 你沒那麼隨小吧 這不就是詛咒訊息嗎 欸還有一段 喔他要放慢那個閃一下的畫面啊 仔細看喔 他媽的再放一次啊 我用重播畫面來看一下那閃一下到底是什麼鬼啊 我用重播畫面來看一下那閃一下到底是什麼鬼啊 我有高科技 仔細看喔 喔 這是坐著的臉嗎 幹 他有一些節奏上的問題 就是說姿態慢 然後還有那個 在模仿精神病行走的時候 就是說 太拖時間了 就是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我現在目前為止玩 總共遊戲時間是27分鐘 如果他能夠剪到比如說15分鐘以內的話 那遊戲節奏就會好很多 對啊 真的啦 有些東西跟題材其實並不是不好 但是 這些小地方啦 需要去打磨一下 詛咒錄影帶啦 簡單講啦 就是那個 散播詛咒的日式恐怖啦 好不好 關掉啦 我是希望這個畫面除了這個之外喔 他比如說有 有三個不同的三畫面 第一個是這個 然後第二個是 倒在地上的惠子的 屍體 然後第三個就是比如說 惠子 因為 嚇死而扭曲的臉 這樣會不會太恐怖了 那我先關掉啦 利益不錯 但是節奏不是很好 但是其實真的有一個禍不住 我們在最大禍不住的 但是我們今天也會不會被人 我們有一個禍不住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禍不住的